提起和珅,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,他是清朝第一贪官,乾隆最宠幸的大臣,全清朝野鸡十年,家中的财富相当于整个大清帝国十五年的国库收入,以至于被嘉庆抄家后还留下了和珅跌倒,嘉庆吃饱的俗语。 然而,即便是如此权势滔天的和珅,一生之中也曾有三位敌手,可惜其中有两个是杜撰,只有一位,真正压制了和珅近三十年。 第一位,季晓兰。和珅的第一位敌手来自于铁齿铜牙季晓兰中的大学士季晓兰,她智慧抄群,又刚正手执,遇是秉公执法,不逊私情。 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,巧妙地揭露了和珅溜须拍马和贪赃王法的丑恶嘴脸,和珅对其极为忌惮,多次在她手中识别。 可惜这个季晓兰的形象是杜撰出来的,历史上的季晓兰与和珅的交集并不多,主要是负责修转四库全书,且季晓兰踏入官场的时候,和珅已经是乾隆身边的重臣了。 两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,季晓兰别说和和珅斗智斗勇了,即便让她荡面与和珅辩驳都不一定有这个胆量。 第二位,刘雍 刘雍,即宰相刘罗郭,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另一位对抗和珅的主力,她刚正不阿,严惩贪官污吏,给和珅造成了极大的困扰。 然而实际上,刘雍刚踏入官场就被倒扁外地,二十多年后才重回京城。 严惩贪官污吏这些事确实在地方上做了很多,来到京城后就不敢再轻举妄动了,更别说与和珅掰手腕了,在京城低调为官,直到嘉庆上台才扳倒和珅。 最有意思的是,上个世纪考古学家在山东发现刘雍墓,出土的尸骨显示,刘雍居然身高一米九,而且根本不是驼背。 第三位,张家阿贵 相比于上面两位,阿贵将军才是和珅真正忌惮的人。 阿贵出身于满洲正兰齐,祖上世代都是清朝重臣。 他二十岁踏入官场,二十二岁就当上了兵部主室,随后一路升迁。 与和珅靠文官起家不同,阿贵是立下了大量军功的,平定新疆,屯田伊犁,后来又平定大小金川,乾隆对其极位重视。 阿贵在朝廷的时候,和珅根本不敢得罪他,曾经试探过几次,却遭到乾隆狠狠训斥,从此见到阿贵就绕道走。 不过乾隆四十二年以后,和珅胜宠日龙,阿贵对他也有些忌惮,便主动申请离开京城,前往各地督办河宫和水利事务,和珅对此荡然求之不得,更是从此开始了全清朝野之路。 下部影片预告,原来历史上的季晓兰与和珅,竟然是这种关系,真的难以想象。 感谢你的观看,记得分享及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。